大家好,我是钢金,一个打相机的爱情的游戏玩家 首先我们说一个点 很多人问我太妃为什么不用炮 其实我觉得炮没有雷实用性高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炮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次摩尸被抓到 然后我们开始拦截 猫这时候失误了,钻了杂物间 雷放的位置可以放在楼梯 因为猫跳跃的时候 他的雷基本上是很难闪掉的 除非他的移速特别快 但是汤姆的移速是一般的 这时候猫已经开了免控 并且还被我们击倒 所以猫这一把是血亏的 这里我是准备喝药水的 但是我们的队友被打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又没有雷 所以我们被拍了 我们只能去退一下奶酪 因为我们真的做不了其他事情了 一级雷一级援空鬼 你告诉我太妃能做什么 第一块奶酪退完 猫并没选择防守而选择了进攻 这时候摩尸斯直接被击倒 然后我们放一个雷 大家要注意一个点 倒击打中之后 雷的命中率会提升 基本上相当于只要移速慢 我倒击打中了 我这个雷就是必中的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队伍里面不缺救人 也不缺拦截 所以他缺的只有一个奶酪尾 这时候我们能推奶酪 所以我们就去推奶酪 这时候我们队友还在打拦截 但是拦截下来了 还是被抓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守火箭 这里汤姆开了无敌盾 我开了雷 但是他还是被我炸废了 所以我还是拖了他两秒时间 这就是雷比炮好了用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一个圆滚滚 这时候忘了一件事情 猫是有平底锅的 然后就被抓了 不过问题也不大 这时候队友的一个冰块 冻到了 然后我们用射击 换下了自己的队友 猫这时候没有无敌 没有免控 所以他只能选择被动去换火箭 这里仙金鼠想第一时间救援 但是他没有时间补状态 所以他的状态很差 猫一个道具 仙金鼠就没了 这时候猫主动出击 然后抓到了仙金鼠 不过还好 剑飞这时候已经上来了 并且开了头盔 所以剑飞是可以救我们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点 我们的射击还没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想去 就仙金鼠说实的 有一点点难度 不过还好 猫是直接击倒了汤姆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次机会 这时候不要钻过去 因为钻过去很容易卡到管道 所以我们选择直接去推奶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点模式被抓 他利用铁血 然后再拉扯 我们在楼梯这个位置放雷 这样的话有一个优势就说 猫他必然要开一个无敌 然后他才能免疫那个雷 很明显猫已经开过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圆滚滚直接反身 然后猫因为惯性的原因 喜欢一个抓拍 所以他并没有打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直接钻管道 虽然这时候倒地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直接把猫骗下去 然后我们继续爬 猫这时候想抓我们的情况下 他是没有无敌的 所以他还要等 所以队友就过来了 变一个星星 然后一个圆滚滚 直接躲过他星星 然后就可以直接撤退 我们再一次来到杂物间的时候 秒飞火箭 我们必然会放一个雷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急 直接看猫怎么操作 然后兔子还在推奶了 我们能摸一下就摸一下 毕竟我们手上还有一个雷 看这个雷到底能不能干扰到猫 很明显干扰到了 我们就直接退奶了 但是我忘了一件事 平比锅 它是可以击飞头盔的 然后我就被抓了 不过还好 猫中了浮空卡 想帮秒飞 这时候就有一个 特别特别优势的一个点 这时候我的雷起到了作用 然后我就得救了 其实最大的原因 还是仙女鼠 但是猫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百买被炸的 强风战的话 其实没什么讲的 主要是看个人操作 你操作越好 那么你在强风战的时候 打起来越轻松 你操作越差 那么强风战打起来 是越来越难受的 很明显猫刚才开了免控 躲掉了我的雷 但是问题不大 这时候他也交了无敌 那么他基本没有什么 可以保护自己的技能了 然后我忘了一件事 早点快炸了 然后我就倒地了 不过问题也不大 我们是隐身的 所以这时候可以喝牛奶 这里的话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剑飞踩架 然后汤姆过来一个平底锅 直接抓到了魔术 是这时候我们只能去摸剑飞 如果剑飞摸起来的情况下 还有得打 所以我们摸起来 一瞬间直接圆滚滚 然后射击直接救下自己的队友 先进兽的冰块并没有中 但是还好 变成了星星 这一波就比较舒服了 两个秒飞 猫一个都绑不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等一个机会 不用太急 毕竟两个果盘 墙方式随便开的 这时候你打的越接 那么你输掉的概率就越高 所以我们等 毕竟我们手上还有罐子 一个罐子 直接开墙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离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